那下边看标题二 加工取得 这块内容是有一个客观题 你记住了 我们所谓的料工费里边的制造费用 记住制造费用就等于记住存货成本 它包括采购成本 加工成本 其他成本 最典型的制造费用有几项要记住了 车间固定资产的修理费 记制造费用 季节性和修理期间的清空损失 记制造费用 为使生产产品发生的符合资本化条件的借款费用 还有产品生产用的自行开发或外购的无形资产的摊销 我们都记制造费用 记住制造费用就等于记住存货成本 别错了 第三个其他方式 比如说投资者投入的存货 优先以协议价值入账 协议价值不公允的 以公允价值入账 而存货的盘盈 我们是以重置成本作为入账价值 而存货的盘盈是充减管理费用 充减管理费用会使营业利润怎么着 这都是客观题的体验 你说不说吧 然后客观题偶尔会考到 你说说吧 特别耗费时间 第四个 如果通过提供劳务而取得的存货 比如说代修品 代制品 发生的直接人工 其他直接费用 以及归属于存货的间接费用 我们记录存货成本就可以了 这是第二个知识点 第三个知识点是发出存货成本的计量方法 这种计量方法的改变属于会计政策变更 别说了 只不过这种会计政策变更 它很可能用到的是未来使用法 最典型的方法有先进先出法 移动加坚平均法 悦莫一次加坚平均法 个别计价法 不得采用后进先出法 我提示大家一句话 我们曾经在2020年考的一个单选小计算 就是你发出存货 不论用哪一种方法来算 你得会给我算结存存货的成本金额是多少 这个会就可以了 第四个期末存货的什么计量 先说基本原则 我们存货是按照成本 与可变现净值输低地量 成本高可变现净值低 我才计提存货贴价准备 如果成本跟可变现净值相等 或者是成本低可变现净值高 我们都不计提存货贴价准备 这个成本指的是实际成本 而可变现净值哪来的 倒推的 我们后边会再单说 一定是成本高 可变现净值低 我们才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借资产减值损失 比如说100-80的20 代存货接价准备20 慢点 如果看见这笔分路 您可以不可以告诉我 存货具体减值后的账面价值是多少 不就是成本100 减去存货接价准备20 等于80吗 对 税法不承认 我们所谓的存货接价准备 他承认的是依然是最初的取得成本100 这是什么存货 这是什么资产 把资产的账面价值砍成收入 计取基础砍成成本 收入小成本高 算出的利润是负的 形成的是可抵扣暂时性差异20 满足条件 我们是要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20乘以25% 比如说到5 代什么所得税费用 因为他20的差额影响了损益 影响了快捷利润 所以我递延所得税用所得税费用 跟减值有关的递延所得税 都是递延所得税资产 把这个结论记住 然后可变现净值 我说几句话 我们按照持有存货的目的不同 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打算直接卖出去 我不论你卖的是原材料 半成品 产成品 只要你打算直接卖出去 卖谁就用谁的手价 那就用自身的估计售价 减自身的相关税费 我不加工了 你的命运你做主 但如果是需要加工的材料 我打算卖材料吗 不 我打算卖半成品 不 我打算卖产成品 卖谁用谁的售价 我们就用最终产品的售价 减最终产品的相关税费 还要多减一个从材料 半成品到产成品的加工什么成本 卖谁用谁的售价 这就口诀要记住 而且有合同约定的用合同价格 没有合同约定的用一般市场价格 别错了 能再往下问一句 可以啊 如果你是需要加工的材料 在考虑你的减值之前 你一定要先判断一下 你的产品是不是贬值了 只有产品贬值了 我不是才要几体材料的从合叠加准备 所以需要加工的材料 半成品等等 产品贬值才可能记题 从合叠加准备 产品没减值 不记题从合叠加准备 稍微多说一句 在你算产品的成本的时候 记住了 一定是用材料的成本 加上你将发生的什么 加工成本或加工费 这才是产品的成本 再跟产品的可变现净值去比 产品是打算干啥的 卖的 我们直接用产品的售价 减产品的相关税费 结论是什么 只有产品的成本高 可变现净值低 产品产生了贬值之后 我才需要判断 材料是不是减值 只要得出产品贬值了 其他的数都没用 我们接下来算的是 材料的可变现净值 因为材料的成本一定是一致 而材料的可变现净值 我们不是说过吗 你打算卖什么用什么的售价 你不是打算进一步加工吗 那就用产品的估计售价 有合同的按合同价 没有合同的一般市场价格 减去产品的相关税费 再减加工成本或加工费 将来材料的成本高 可变现净值低 我该计题多少 存货跌价准备该计题多少 比如说材料的成本是100 材料的可变现净值 比如说是80 我们算出来的存货跌价准备是20 永远记住一句话 我要说啥 这20是应有余额 是应有余额 您这考虑期出有多少 该补还是该冲 还是您该记账的数 没有 第二个 如果有一种特殊情况 持有的存活数量多于合同约定数量的 记住分别按合同价格和一般市场价格计题 这个我也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一共持有15件存货数值了 别太大 太大 我算不出来 我如果告诉你合同约定的件数 比如说是10件 我们一定要区分清楚 没有合同和有合同约定的 比如说有合同约定的 我告诉你合同价 假如说每件 假如说是15万 没有合同约定的市场价 比如说每件11万 还能告诉你什么 还能告诉你有合同约定的 销售税费 比如说一件是1万 没有合同约定的销售税费 可以跟有合同的相同 也可以不同 比如说每件2万 缺一个条件 缺什么 缺你所谓的成本 如果我告诉你这个存货的单位成本 比如说每件13 这个大家必须会 那没有合同的总成本就是13乘以多少件来着 我们有合同的是10件 没有合同的是5件 那么13乘以5等于65 而可变现净值 假如说它就是产品 应该用市场价格减相关税费 乘以5件就等于45 我应该计题多少 计题65-45等于20万的存货跌价准备 如果我再多说一句话 我起初没有计题存货跌价准备 这20万不都是我应该计题的吗 能给我想象分路吗 借资产减值水是20 再存货跌价准备20 如果我告诉你所得税率25%呢 借资产所得税资产20乘以25 代所得税费 而有合同的这实践的总成本是13乘以10等于130万 而它的可变现净值是15-1乘以10等于140万 这部分根本没有发生兼值 还用计题存货接下准备 不用 分别计题 别错了 第三个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 应当考虑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 记住了 如果他啥都没说 他就说资产负债表日 每件的价格是10万 他就告诉你财务报表的批准 报出日 每件的价格12万 这对于我来说存货跌价准备有影响吗 没有 我只能认为它是正常的市价波动 调不调存货跌价准备 不调 别错了 这考过两次了 那么标题三是存货跌价准备的转回 给大家陈述一下 我们对应科目用的资产减值损失的 还可以转回的有存货跌价准备 有合同资产减值准备 合同取得成本减值准备 合同履约成本减值准备 这些对应科目是资产减值损失 还能反向转回 而对于我们来说信用减值损失 涉及到的有坏账准备 债权投资减值准备 宗债对应的其他综合收益 信用减值准备 还有我们所谓的应收融资租赁款 对应的减值准备 这些是信用减值损失 还有一个就是跟这俩科目都没关系的 地盐所得税资产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持有代售资产减值准备 它对应的科目也是资产减值损失 但是可以转回合同资产减值准备 现在对应的是资产减值损失 别错了就可以了 这是我提示的 所以在你买一期期末 拿成本跟可编信净值PK完之后 那么它只是应有余额 是你该补的那个数 才是你该积账的数 借资产减值损失 代存活跌价准备 这叫补题 是你该冲的那个数 才是你该积账的数 借存活跌价准备 代资产减值损失 当你把这笔分录写成记题的反向的时候 它就叫减值准备的转回 不是所有的减值都可以转回 别错了 那么将来我只有在符合条件下 才可以转回记题的减值准备 是因为以前减值存活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了 是因为这件事导致存活跌价 还是因为这件事导致跌价的转回才可以 而不能是其他影响因素 另外转回的金额已将存活跌价准备 重减至多少危险零 你最多把存活跌价准备 记题数全部重减 不可能成负的 存活跌价准备的截转 当你把存活卖了 非货品资产交换这些内容的时候 你会带库存商品原材料 同时把曾经记题的存活跌价准备反向截转 你是把账面价值记入了主营业务成本 或其他有成本的金额 我提示大家一句 你记得不记得合并报表当中 存活跌价准备 我们有三部局 抵期处 抵销售 抵差额 比如说我库存商品100 我存货跌价准备20 我主营业务成本80 我可以把它拆分成两个分路 带库存商品100 借主营业务成本100 其实我记多了 最后我再做一笔借存货跌价准备20 再把多计的主营业务成本20 给它充减掉 我们抵销售的分路 在做分路的时候 因为我不承认合并报表层面的存货跌价准备 所以我把它给它抵掉 借营业成本代存货 代替存货跌价准备20 不就是这么来的 别错了 标题五是存货的清查 先说盘营咋了多了呗 借原材料库存商品 代代处理财产随意 批准之后把代处理财产随意 反向截转是充减管理费用 使营业利润增加 而盘亏或毁损不就是少了吗 如果是收发计量差错 管理不善等原因造成的 我们最后都是把净损失记住管理费用 但是这俩之间也略有区别 比如说计量收发差错 代原材料代苦尊商品 它不用做进向手转出 而是管理不善造成的 是不是还要做一个进向水额转出 对 借房都是贷处理财产随意 反向转的贷风 材料价值借原材料 该收的赔偿款借其他营收款 剩下的净损失记管理费用 没有 然后对于我们来说 如果是自然灾害等非常原因造成的存货毁损 用不用做进向手转出 不用 把存货消掉 借贷处理财产随意 反向截转 收到的残料是原材料 赔偿款 其他营收款净损失记住 影意外支出 没了 在这儿我再提示一下 存货的账面余额 如果你不计题 我再说一遍 不计题 简直准备 比如说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模式 是两个明细科目的代数盒 比如说交易性金融资产是两个明细科目的代数盒 那么而账面价值是账面余额减去折旧 贪消减值准备之后的金额 是不是像以公允价值模式 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和交易性金融资产 也可以把这两个明细科目代数盒 说成是账面价值 没错 一定要会区分 这是第二章 存货 那下边我们看第三章固定资产 依然给大家进行个考证分析 这一章属于基础性章节 难度不是很大 知识点比较多 但综合性又不是很强 考试时最容易考核的一种提醒是客观起 但是也可以结合着借款费用 债务充足日后事项 前期他所更正所得税合并报表的内容 在主观题当中提现 第一个知识点依然是初始计量 比如说外购固定资产跟存货一样 也是三个字 加税费 价值购买 价款 税指的是相关税费 关税 计税 更低占用税 车辆购置税 您想跟我说什么 如果是可以抵扣的增值税 不记住固定资产的成本 换句话说 不能抵扣的增值税 记住固定资产的成本 而费一定是完工前的合理之处 啥叫完工 文字都说就是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的运输费 装占费安装成本和专业人员服务费属于固定资产的成本 不包括员工培训费 我们以完工为借 完工之前会有专业人员的什么服务费 没有发生这部分费用 我工程不能完工 他记住固定资产成本 而员工培训费是工程 或者叫固定资产安装完毕之后 我们才能对员工进行培训 他是记住什么 当期损益的 别错了 而对于特殊行业的特定固定资产 我们是以弃制费用的啥来着限制 即固定资产 因为这个内容后边还会在单书 在这不拓展 对于外购固定资产 就记住一句话 以一笔款项购入多项 没有单独标价的固定资产 我们优先以各项固定资产的 工允价值的比例去分割就可以了 第三个 具有融资性质的固定资产 这我要说几句话 其实最典型的就是分期付款 购买固定资产 当你购买的固定资产价值超过正常性条件 里边含有利息的时候 这种延期支付就具有融资性质 我们要以购买价款的限值作为基础来确定 比如说 我明确的告诉你 我购买一项固定资产 我告诉你每年年末支付50万 我告诉你一共是四年 没有折现的原值就是50乘4 带长期应付款200 那每年年末支付50 是不是相当于是有四个50 对 这不是普通年金吗 我把那四个50给的折现 我没算 比如说按照5%折现 算出了100万 这是以支付价款的限值 来记住固定资产的金额 当然你这固定资产要需要安装的时候 是不是记住贷现工程 没错 200跟180的差额20 作为未确认融资费用 也就是我们支付的利息 往下怎么做 很简单 比如说到了第一年的年末 当我要支付第一个50万的时候 是不是贷银行存款50 借长期应付款50 对 我心里一定要非常清楚 这50既有本金也有利息 我支付了多少利息 就用最初180 我们把它理解为是未付的本金 用180乘以5% 比如说得出9万 贷未确融资费用 你形成是在借房 贪销在贷房吗 如果是满足资本化条件 我们记住资金工程 不满足资本化条件 我们记住财务费用 别错了 有时候你想说啥 我一共想说两句话 第一句话在这 你实际支付的价款200万 跟你购买价款的限制180 之间的差额 我们采用实际利率法进行贪销 贪销金额满足资本化条件的 记住固定资产成本 不满足资本化条件的我们直接记住财务费用 也就是当机随意 这是我要说的第一句话 我要说的第二句话在这 如果他要问你第一年年末 我问你长期应付款 列爆金额 只要提到列爆金额一定是谁 一定是我们在资产负债表的劣势金额 应该用未付的本利和减未付的息 本来是200支付了第一个50还有150 本来未付的息是20 这贪了9万还有11 这样算出来对吗 不对 我们真真正正还要再减一个 我下一年将要支付的什么本金 也就是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它作为流动负债来处理 把它从这里边减持 剩下的就是我第一年年末 长期应付款列爆金额 我们2013年考过这个点 必须会 如果是自行建造的固定资产 我们强调的也是完工 达到预定科手状态 你买的工程物资记住了 可以抵扣增值税 那工程物资的盘亏回损报费 是不是相当于是 我们工程物资少了 代工程物资 借方写什么 是以完工为分界限 完工之前我们是借再建工程 完工之后直接借营业外什么之处 这是我们所谓的盘归回损报费 那我盘盈呢 盘盈原理是一样的 完工之前是充减再建工程 完工之后是记住 营业外什么收入 但是 如果你是自然灾害等 非常原因造成的工程物资的盘归回损报费 不区分完工前完工后 统一记住哪呀 营业外之处 另外在这我提示一下 领用原材料不用做进项税额转出 领用产成品也不涉及到增值税的处理 这块内容到后边改革见识 我还会再提到 我在这先给你举个小例子 如果我购买的是需要安装的 需要安装的设备 记住了 比如说 我明确告诉你 购买方是一般那是人 他还是在暗示你什么 我增值税可以抵扣 他告诉你买价是一百万 比如说增值税税率百分之十三 他在告诉你运杂费 比如说十万 他在告诉你在安装过程中 领用外购的原材料 外购的原材料 比如说十万 他如果告诉你对应的外购时 我抵扣的进项税额是一点三 他在告诉你 我领用库存商品 比如说成本二十万 他在告诉你公允价值等于计税价格 比如说等于三十万 最后说安装完毕 他问你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是多少 记住了外购的是价 税 税 价是买价 一百 因为是一般纳使人增值税可以抵扣不计入 而运杂费是完工前的合理支出 记住 领用外购原材料 加上十万 进项税额不考虑 领用库存商品 只加成本价二十 这个供允价值 计税价格 没用 什么都不考虑 最后固定资产的金额就是一百 加十 加十 加二十 最后固定资产的成本是多少 一百四 这就是这道题 一定要注意领用原材料 只加成本价 领用库存商品 只加成本价 跟增值税 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如果是出包方式 我们是通过再建工程核算的 这里边有个代摊支出 你要记住 它最终也是记住了什么 工程成本 比如说符合资本化条件的借款费用 建设期间的工程物资盘规回损报费 注意今年的新变化 符合联合使车费 不再记住再建工程 它正常的转成本 至于说其他情形投资者投入的固定资产 首先按照投资合同协议约定的价值 价值不公允的按公允价值 前面说过了 存在气质费用的固定资产 记住了 借固定资产是以气质费用的限制来入账 待预计负债 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把这科目记住 我记题利息费用 借财务费用 待预计负债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40年之后我要支付一个100万的价款 我把这100万价款 比如说按10%折现 折到现在是60万 那是借固定资产60 带预计负债60 我马上画一个预计负债的金字账 60 让60乘以10%的6万 借财务费用带预计负债6万 写完这笔分路 马上把6万过在金字账上 预计负债是66万 第二年借财务费用 66万 乘以10% 待预计负债 别错了 盘盈的固定资产 永远给我记住 作为前期差错来处理 借固定资产 待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最后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转到哪去了 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 当然还要考虑调整 盈于攻击 别错了 那么在这提示大家两句话 由于安全或环保的要求 购注的设备 虽然没有直接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 但省就是赚 也可以把它确认为固定资产 而固定资产的各组成部分 如果具有各自不同的使务寿命 或以不同的方式 为其提供经济利益 我们可以把各组成部分 分别确认为单项固定资产 安全生产费的账务处理 曾经直接考过分路 曾经考过差错更正 您老人家必须会 就分为两部分 既提使用 咱先说既提 带专项储备 所有者权益增加 借生产成本或制造费用 使用的时候 如果是费用性支出 借专项储备 带银行存款 大家最应该掌握的是 形成资产的 前边你建造资产都是一样的 借债材工程可能涉及到 进项税额 比如说贷用送款 贷用付账款等等 什么时候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候 借固定资产 带债材工程 同时 全额给我既提折旧 比如说固定资产100万 那就借专项储备100万 带累计折旧100万 既提折旧后 我的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 就是100减100等于多少 零 别错了 这笔分路很重要 一定要贵 而专项储备这个科目的余额 是在其他综合收益和盈余攻击之间 增设的一个所有者权益类的科目 能知道就可以 这是2022年新增的 一定要注意这块内容的超 错 更正 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 或者研发过程中生产出的产品 副产品对外销售 我们处理原则 不是以下统称为试运行销售吗 应当按照收入存货等相关准则的规定 正常确认收入正常阶段成本 比如说举个例子 如果我试生产出合格产品 我告诉你 成本 比如说八十 我告诉你 它是以一百万给卖了 原来的账务处理 它是这样做的 原来的账务处理 它是这样做的 借银行存款 但 再建工程 比如说一百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 比如说十三 借银行存款 一百一十三 而我的联合试车成本 这些成本是不是正常的 记住了什么 再建工程 比如说带银行存款 要某某科目 我就不再说了 它让你调这个分路的可能性 不太大 它可能会让你调这个分路 按照我们现在新的规定 你应该做的是 借银行存款一百一十三 带主营业务收入一百 带交向税额十三 这是正确的分路 这是错误的分路 你把错误的分路给我写成反向 你总该会吧 可以啊 那不就变成了借在建工程一百 借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十三 带银行存款一百一十三 带银行存款 借银行存款没了 带销项税额 借销项税额没了 最后你的更正分路就是借在建工程 比如说一百 带主营业务收入一百 这样的差错更正 您老人家必须会 而不应该将市运行销售收入 抵消相关成本后的进额 充减固定资产 或者是研发支出 要按原来的做法 不就能一百减八十 差额等于充减了再建工程吗 现在不允许 分别确认收入 分别节展成本 这笔差错更正 会就可以了 对外销售符合存货规定 记录存货 符合其他规定的 比如说无形资产等等规定的 我们记录相关的资产 在这说两句话 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省状态前 产出的产品和副产品 包括测试固定资产可否正常运转产出的样品 卖了也确认收入 也接转成本 测试固定资产可否正常运转而发生的支出 属于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省状态前的必要支出 正常的记录固定资产成本 那么财务报本的劣势 分为日常活动 非日常活动 这我就不再给大家重复了 第二个知识点 后续几量 第一个 就是折旧的范围只有两种情况不提 以提足折旧的不提 单独估价入账的土地不提 如果是提前报废的固定资产 不再补提折旧 尚未办理竣工决算的固定资产提折旧吗 提先给我按暂估价值转入什么 固定资产将来上暂估价值提折旧 在办理竣工决算之后 不调整以积极的折旧 但是要调整入账价值 这个调整入账价值的时候 如果你的竣工决算恰恰发生在资产 负债表日后事项的涵盖期间 记住了 它属于资产 负债表日后事项的调整事项 你要正常的做分路才可以 那么另外固定资产提折旧提和不提都是在下月 当月增加的固定资产 当月不计提折旧是从下月开始计提折旧 当月减少的固定资产当月照提折旧从下月开始不再计提 所以提或不提都是在下月 而固定资产的更新改造 在更新改造之初已经改名叫再建工程了 它肯定不提提折旧 我只对固定资产提折旧 没有听说我对再建工程提折旧的 而固定资产在定期大修理期间照提折旧 别错了 标题二 折旧方法 我稍微给大家说一下 这有一个细节 像年限平均法工作量法没问题 双倍余额递减法 我讲西立班师就讲过 第一 他最初不考虑净残值 是永远不考虑吗 不是 是最初不考虑 第二 他既提减值后 既提减值后 比如说原来的总年限五年 他已经使用了几年两年 发生了减值 如果我告诉你 既提减值后上可使用的年限 上可使用的年限 比如说改成四年了 假如说 那么将来你从第三年 第三年开始提折旧的时候 不要考虑那五年 跟他一听点关系都没有 我的年折旧率应该是四分之二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50% 这要用四分之二 你不能还给我尊先总年限 还有一个内容就是更新改造 更新改造之后可以所有的新打鼓令开征 减值之后可以所有的新打鼓令开征 而年数组合法就是用原值减去残值 乘一个递减的分数 分母是一加二加到使用年限 分子是分之五四三二一 这些内容 会计处理是固定资产 是按月积极折旧 当月增加的固定资产 当月补积极折旧 下月积极 当月减少的也是下月 带累积折旧 技业方 比如说生产车间的既制造费用 管理部门的既管理费用 销售部门的既销售费用 经营租出的既其他业务支出 研发的既研发支出 工程人工程部门使用的既在线工程等等 这有一个未使用不需用的固定资产 既折旧统一既管理费用 别错了 在这儿我们一定要注意 跟固定资产有关的什么使用寿命 预计净残值折旧方法 是会计估计变更 会计估计变更 这儿可以考综合体 怎么考 很简单 比如说他真的就考你综合体 举个例子 如果我告诉你此时是2021年的8月1日 我就在这个点 比如说我变更了折旧年限 变更了折旧年限 原来的年限几年 10年 8月1日变更成几年 8年 你记住了 那是不是后边8 9 10 11 12 这5个月 我应该用8年 这个总年限提折旧 而前边的这7个月 我应该10年提折旧 对 绝不追逐调整 将来是前期 后5 给我分别算 如果后5 他算的没错 但他告诉你 我把前期的折旧 也按变更后的8年追逐调整 这就还是错的 将来你就记住 你算出应该提的折旧是多少 而他已经提了多少 只要是差额少了 你给我补 多了 你给我冲 这儿是可以考差错更正的 别做了 没有任何信息 第二 企业不应该以 包括使用固定资产在内的经济活动 产生的收入为基础 即提折旧 因为影响因素很多 没了 第四个 后续支出 固定资产的后续支出 可以资本化 可以费用化 不符合条件的费用化 即当期随意 比如说交售费用 管理费用 符合条件的我们给的资本化 记住固定资产成本 或者其他相关资产的成本 同时我们要替换掉 被替换部分的账面价值 在这所谓的资本化最典型的改良 改过建 更新改造 第一步不就是要改名吗 把固定资产改名叫再建工程 然后改名叫再建工程之后 在此期间 在此期间是不具体什么 在此期间是不具体什么折旧的 永远记住 被替换部分 我们扣掉的是它的账面价值 借营业外支出 这是充减 再建工程 有人说老师我记不住 我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有一项设备 我明确告诉你 它的原值是100万 其中我告诉你有一个核心部件的原值 比如说是10万 我告诉你 它已经计题的折旧是20万 我告诉你 它已经计题的简直是10万 我都会告诉你 如果我告诉你改扩建的过程中 它的支出 其中银行存款支出 比如说是10万 我再告诉你领用材料 这回大家很熟悉 成本20万 不用考虑金项税额 我再告诉你领用我们所说的什么 领用我们所说的库存商品或者自产产品 成本30 公允价值40 这个公允价有用吗 没用 我再告诉你 我再告诉你 新的核心部件 新的核心部件 它的购买价 比如说80万 其中它产生的增值税 进项税额是11.4万 没了 我问你 改扩建后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是多少 很简单 用你原账面价值 加上改扩建的支出 减去被替换部分的账面 那原账面价值不是100的原值减20万的折旧减10万的减值吗 这个好算 而我改扩建支出 银行存款支出10万 领用材料只加成本价 领用库存商品只加成本价 您新购入的核心部件 是不是借工程物资80进线项税额11.4 带银行存款 你只能把这80 记入固定资产成本 增值税是可以抵扣的 不记录 而我们最难的是被替换部分的账面价值 我只知道被替换部的核心部件的原值是10万 我并不知道它对应的折旧和减值 可以用一种近似的算法 你总的折旧是20 我总的原值占你全部资产的原值是10% 那我扣掉的折旧就是20乘以10% 再减去你总的减值是10 我所占的原值比例是10% 这个就算出了账面价值 就是你入账后的改阔建后的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 不算了 在这还提示大家一会儿 如果你在改阔建期间 比如说你在这个点进行改阔建 我相信大家还记着 你消掉的是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 改名叫再建工程 而中间这一段时间都是叫再建工程来存在的 所以它不具体折旧 改阔建完成后 我会再次把再建工程改名叫固定资产 但我获得了新生 从这往后的固定资产 除了改阔建后的入账价值可以算 折旧方法可以用新的 预计净残值可以用新的 折旧年限可以用新的 别错了 就可以 而费用化的后续支出 比如说跟存货加工相关的 我们存货成本的规矩来 剩下的像行政管理部门的 即管理费用 销售部门的即销售费用 这就是费用化的后续支出 没什么特别的 提示一下 企业对固定资产进行定期检查 发生的大修理支出 符合条件的资本化 不符合条件的费用化 而且在定期大修理期间的 间隔期内照提折旧 只有提足的不提 单独估价入账的土地不提 别错了 对于固定资产的处置 你一定要记住 是售价减去费用之后 我得到的钱的净额 跟账面价值去PK 收到的钱多是利得 收到的钱少是损失 这个要回算 另外我不论你是什么样的清理 第一步先做清理 第二步发生清理费用 然后出售 收到残料 这些都没问题 最后我想说的是 您的固定资产的净损失和净收益 是记住哪是依据固定资产的处置方式不同 如果这个固定资产就在我手里边 没有发生产权的转移 就在我手里边 报废了回损了 如果是净收益 记住营业外收入 净损失 记住营业外支出 而如果是因为出售 转让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等等 我们利得和损失 记住哪 资产处置随 这个账务处理 到这如果你还有问题 那我真的帮不了你 我们前边西匹班讲了很多了 对于固定资产的清查盘盈 作为前期差速 借固定资产 待以前年度随意调整 最后以前年度随意调整 反向接转 调零存收益 如果是盘盔 把账面价值消掉 借贷处理 财产损益 最后净损失 给我记住这个科目 记住营业外支出 没了 这就是固定资产的内容 包括前边上一章的存货 都是基础知识的内容 所以可以在主管题里边进行考核 没问题 那好 这一讲我就讲到这 大家辛苦了 谢谢大家